OK 這邊 決賽會有 這個 I love lunch 對上剛剛贏的那隊 High Impact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職業組合 藍隊是雙戰士雙元素跟守護 紅隊則是 戰士盜賊幻術元素跟遊俠 剛剛看過紅隊嗎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藍隊這邊加點 首先看到第一個戰士 第一個戰士他用的是大錘長弓 法應是智慧厄運戰鬥吸取 身上用的是霍布雷克符文跟士兵的項鍊 特性是00626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戰士 另外一個戰士也是大錘長弓 法應是智慧厄運能量戰鬥 身上用霍布雷克符文跟士兵 特性方面是00626 再來看到第一個元素 他用的是法杖 那用的是暴擊的時候有機率移出一個爭議跟戰鬥法應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文跟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他等一下會換成雙鼻子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元素用的是法杖 他用的是厄運跟能量法應 身上用的是海盜符文跟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再來看到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法杖配上錘聚能器 法應是能量智慧能量智慧 身上用的是士兵符文跟傳教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166E 那就這個兩隊的職業組成上來看 就是可以看到藍隊這邊他們的整體的續戰力以及容錯率是比較高的 尤其是容錯率方面 因為其實你這邊道賊幻術的組合 紅隊道賊幻術組合 如果沒有辦法做一波非常強力的爆發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是一波帶走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兩個元素切水就慢慢的補了回來 所以變成說 紅隊這邊他們的道賊幻術組合 他們一定要非常注意 去用他 比如說道賊用他的偷切 或者是幻術用他的F3的技能 去斷兩個元素的補血 因為這個補血是可以被斷的 他是跳八個Tick 八下這樣 那如果你可以斷到這個補血的話 其實是 比較有機會去擊殺這兩個元素 那如果你一直沒有掌握好這個斷法的時機 然後一直被他 因為這個補血時機很短這15秒而已 那如果你一直被他補起來 包括他用切水啊 包括這個補血的話 其實你會慢慢會發現 其實雖然說對方的傷害可能沒有像道賊幻術那麼高 但是在消耗戰底下 你會慢慢被他磨死 所以這是 職業組成上面來看的話 紅隊的容錯率是比較低的 那另外一點其實紅隊可以利用的是 就是他們幻術有個傳送門嘛 那可不可以利用一些傳送門做一些戰術上層面的操作 然後盡可能 盡了去把這個 找群突破狗或者是打出一些優勢喔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點 等一下可以看到他傳送門有沒有做一些比較精妙的這個操作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藍隊這邊 因為藍隊這邊他們是沒有盜賊的嘛 那變成說這個法杖元素喔 Lapdose他可能會比較充當一個守家典的角色 那他可能就要去跟隊友之間很好的去溝通說盜賊的位置 對假設比如說中場他沒有看到盜賊的位置 不過到底隱身了那他可能就要先行的去 回到家典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不然很容易被開白這樣子 不過他們的戰士還沒有換回來耶 他們還是戰士的 原本這個戰士在是玩守護的嘛 那他上一場是上一輪的第二場他換成了戰士 但是他沒有換回來喔 所以他們現在紅隊的組合是沒有守護的一個狀態 那他們就要這樣打嗎 他們上一場不是雙戰士嗎 對啊他們上一場是在Troll嘛 就是娛樂 對啊對啊 但是他們正式打的時候他們這個守護 這個戰士是守護啊 對啊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另外一個戰士 怎麼也不見了 換回來了嗎 欸全跑了 他原本就 他們隊裡面原本沒有戰士 對嘛 他們今天正式打的時候是沒有戰士 然後他換回來 你是 是記不住還是 沒事 不要增加我撿路向的困擾好嗎 你很煩欸 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五個人同時跳掉喔 他們決定 又來胡鬧一場 他們覺得打不贏對面 攻城攻城攻城 喔 紅隊覺得 他們正常打打不贏對面 所以要來胡鬧是不是 他們決定用五攻城 好 各位觀眾 五攻城 來來來 介紹一下 從第一個開始喔 他用的是來福槍 反應是這個 smoking喔 這個要 你不要增加我撿路向 如果你發音不好的話 就直接講他 你很煩欸 這個是增加20% 燃燒持續時間的一個發音 對 然後能量 身上用的是海盜符文 跟天蠍項鏈喔 特性是40640 我決定要把路向全部撿掉 那你就自己撿這個路向好不好 這個工程是一個炮台工程 對 那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也是炮台工程 他們要五炮台工程喔 哇賽 這 這不是 這棋子 是來娛樂而已 這根本就是來 嘲諷A社吧 對 五炮台工程 那法印是有一些差別啦 不是法印 有一個帶了士兵項鍊 然後法印是這個 地能水能 好 各位觀眾 這一個人的點 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 他用20660 無所謂了啦 無所謂啦 你要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咱們就看五炮台工程 但是其實 嗯 炮台工程在Solo裡面 其實我覺得 肯定是有他的影響力 因為 很多職業或者是很多人 不知道怎麼處理炮台工程 但是 對面 可是有法杖元素 法杖元素 而且對面 全部的組合 就是 兩個戰士兩個元素 其實都不怎麼怕炮台工程 嗯 炮台工程打什麼牆呢 打那種AE很爛 或者是打死 打遊俠 打遊俠 然後會打死 打盜賊 那種 沒有辦法 很好處理炮台的是 真的很強 OK 這邊 第一場要開始 藍隊是有人要衝 對面 我們看看 炮台工程 要不要再通道 全部插滿炮台 沒有欸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開場只有五個人 然後去通道那邊 全部插滿炮台 好 要開始放炮台了 他炮台是有用那個罩子的喔 這邊就用火焰大劍一隻 在AOE這個炮台 但其實他 解掉蠻快的 就是切一個水 把血量稍微抬高一點 怎麼辦啊 我覺得他們 掉血掉的速度比 更快欸 真的 戰士跟元素血量都很低喔 中場 炮台工程的勝利啊 呵呵呵 沒事沒事 炮台要清光了 炮台要清光了 OK 切了個水 把血量抬高 中場還是有兩個炮台工程喔 那看一下邊點的狀況 邊點有三個炮台工程 喔沒有其中一個已經倒地了 被插掉了 唉唷 笑死了 中場是一個戰士跟一個元素啊 那戰士血量有點低喔 但是他們 傷害好像 足以把他殺掉喔 因為這邊炮台已經差不多被清光了 被個定身 嗯 又一個火箭炮 架出來了 所以那個 戰士其實是有點危險 不過他那個 痛苦忍耐快要好了 而且 元素可以幫他補血 所以應該是 可以撐住了 而且對面的工程要倒了 放一個縮小藥劑 那個工程有縮小藥劑啊 是被動的 對是被動的 對是被動的 特性裡面那個 那個 第四排的第一點 對是有一個 當你血量到達25%的時候 自動喝下這個縮小藥劑 嗯 這邊 看起來要三點啦 哎呀 炮台工程好像不行喔 不太行喔 不是 我覺得 就不如正式打 就打打看嘛 你沒有打打看 你怎麼知道 對 就是 你可能覺得說 哇 對面三個人是在這個全民心 是在挑選人家裡面 你覺得打不 但是不打打看怎麼知道 沒有你可以用五工程啊 但是你不要用五炮台工程嘛 哈哈 欸他只能下一個點啊 而且拿下點以後 等一下呢 五炮台工程就在這邊 全部架滿跑 那我這個點就打不回來 哈哈 這個 Zapdos現在在這邊 被遭受非常嚴重的集火 這個可能會倒啊 可能會倒 開了一個圖盾想要逃 嗯 好像他逃掉了 因為這個炮台工程 炮台又不能動 對 他逃掉你炮台也不能追擊啊 只能讓他逃 OK 這邊 由於藍隊的守護 他是有放一個 是有帶一個牆的喔 所以還是能滿有效的來 擋這個投射物 這點應該也是推不動他 那再來看到一下 中場 中場這個 炮台工程血量也是很低喔 你知道這個 他們這樣子會造成 主播的困擾 你想要看哪個點 結果發現 全部都是工程 你會點錯人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拿到 蠻多分數的 這邊 這邊元素要去偷柴 對面加喔 欸 不用了 那是他們自己加 照樣他們那個 拉分的點就是被開白了 那並且中場好像也是開不白 所以 藍隊現在持續用一個點在拉分 對面 就像這樣 青隊的選手 被握到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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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對面 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呢 點上就是持續的 炮台丟下來 然後對面開始插炮台 欸 現在藍隊就是一個三點 不如唱手甩不過 OK 你唱吧 欸 只有終點好像要贏啊 欸 不過切了一個水又補滿了 離很遠好嗎 哈哈哈哈 法杖元素是不可能 打輸炮台工程的 不可能 除非 除非技術落差太大 嗯 而且旁邊boss竟然被戰士 搶走了 我是希望他們下一場 換回原本的陣盒 就是 好好打 對 對真正真正的打一場 我覺得 這樣子 就是 打這種娛樂局 坑爹局 我實在覺得 不是 太有趣啊 好不好 輸也要輸的 你知道 有尊嚴 欸 可是他們也蠻屌的 因為隨時都有炮台工程 他們剛直接 直接一開 就全部都是炮台工程 所以他們布局已久 哈哈 就為了這一刻你知道嗎 哈哈 就平常就用五炮台在玩 作為一個專業的SoloCube玩家 炮裡面有個炮台工程也是很合理的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哈哈 OK我等一下也去弄個炮台工程 不要好嗎 哈哈 反正這種被我的 沒意思 OK這邊又要被滅夜團了 你要我 你要我怎麼 分析嗎 我要怎麼分析 戰況或者是分析說 他們為什麼 這一波會戰出了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講什麼啊 怎麼辦 對 對 對 中場 這防藥元素打炮台工程真的是 打得不要不要的 馬上來到500分啦 等一下就看一下下一場到底是怎麼樣 什麼叫打得不要不要打 就是打了他只能跑 這邊持續要追擊 要把他殺啦 OK成功的把這個炮台工程收掉 結果這個BOSS也被藍隊搶著 這邊多少砲台啊 1 2 3 1 2 3 4 5 6 6個 在那個BOSS的地方有6座砲台 原來也沒搶到BOSS 太慘了 不要胡鬧了好不好 來個正常的吧 他就算用大劍戰士都比剛剛那個好看啊 我也這麼覺得 他不換了 我不知道 欸他不換了 你們不要增加我剪錄像的困擾嘛 這個錄像我都不知道該不該剪進去啊 你可以直接連我前面再一起剪掉 只留這一場 其中有一個換回來了 換回盜賊 他覺得還是要像一個男人般 真正正正正的打一場 但是其他人覺得我們就胡鬧啊 不換 沒有他是想說 別人用炮台工的牽制他直接盜賊進場 把人家收掉 沒有啦他們應該是去換 應該是去換 應該是去換 好他們這邊換回來了 換回來 那他們原本正常情況下的組合是這個 守護盜賊 幻術 遊俠 以及最後一個是什麼 原術 對 哪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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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他們說他們要玩舞游侠或者是舞PU沒什麼 那看到他們換回正常組合之後 這個道爾賊是一個我們快速瀏覽過一次 筆槍賊筆槍短弓 然後特性部分是26006 那幻術的話是粉碎幻術大劍法杖 特性部分是44006 守護就是傳統的這種輔助型的守護 法杖以及錘聚能器 特性部分是01661 元素的話它是一個雙比手元素 它等一下會換成雙比手 天界項鍊的 然後特性部分是00266 遊俠這邊短弓劍筆手 然後是一個0遊俠 特性部分是20660 這邊比賽馬上開始了 比賽馬上開始了 比賽馬上開始了 但理論上應該不會 一開設全部都是炮台工程 可以看一下雙方開場的戰術布局 這邊紅隊是元素盜賊換速開家 藍隊是元素開家 並且其他人員往原點衝 那這邊就會撞到他們GANK的人 對 那就要看紅隊這波GANK有沒有成功 因為一般來講 衛山開局 是比較可以客製這種二月開的 OK 準備進場 目標是對方的元素 直接變Moa了 要秒要秒要秒 其實還是花了一點時間 那戰士可能要選擇跑 他沒有要跑的一手 還是想要硬打嗎 這邊隊友直接要被DP到死了 因為他們補了一個人過來 補了一個人過來 守護直接上點了 那可以看到藍隊的這波rotation做得很好 雖然說他們是被GANK 然後先被殺掉一個人 但是守護來得非常非常急適的 他們那個守護 所以變成說他們戰士 也可以繼續在這個點上打 然後另外那個Laptors 他們的法杖元素也補到這個點 所以等於說他這波GANK 雖然有起到效果 但是藍隊用一波很漂亮的輪轉 來化解這個 可能再多減贏一個人的危機 而且對面的那個元素 就是成功要把家裡開下來了 盜賊跟他打一打覺得 不是對GANK就不客氣 不過終點 藍隊戰士血量非常非常慘 這邊已經有一個倒地狀態了 結果守護又衝到了 哇這守護就四處游走 四處...這個... 關鍵救援啊 對啊 看到你真好 旁邊這個元素血量很低啊 切一個水之後 這邊補血 也是把血量稍微抬高一點 不過幻術忍然持續在盯他 這邊直接一個... 這個火直接... 上了點 然後又切了個水 血量馬上又滿啦 這元素真的是不把他秒掉 切個水馬上就滿給你看 那邊也幻術是來到高台上來做一個很猥瑟的輸出啊 這邊滿危險的 一樣又切了個水然後交了一個補血 基本上你不斷他這個補血 你要殺掉他就不太容易 因為他那個補血可以完美去銜接他那個水血條CD的那個空窗期 所以他等一下... 你看他像補血血滿了 然後... 切個水 血又滿了 然後水切完以後補血CD又快要好了 所以基本上你... 一定要去想辦法去斷到他那個補血 嗯... 其實那補血還是滿好斷的啦 對...要湧上很久 對對對 只是他一切水那個血量根本就一直是滿了 OK然後看一下其他點喔 中場這邊是一個守護在撐幻術加油一下 那... 藍隊這邊則是在2打1喔 所以說也是沒有什麼懸念 這邊... 這邊...元素... 他們... 持續在... 紅隊加點是一個2打2喔 並且... 紅隊這邊的血量是比較低的 欸他們會不會拿的比上一場還要少分 那樣就太慘了 不如胡鬧啊 不過終點的守護是被插掉了喔 嗯... 其實剛才差一點救起來 對... 幻術用一個大劍舞 把敵人推開 但是暫時... 但是還是持續被戰士叮喔 繞了一個後台 這邊隊友是倒在了點上喔 盜賊放下一個暗影屋所 再嘗試再救 但是幻術其實血量很低 所以再救其實也蠻危險的 但是因為他是開了一個F-19 所以還好 這邊... 盜賊... 順了一下 但是也是馬上就被... 被DP找死了 並且另外一個點 這邊是元素在互打 應該也是要打很久 看哪一邊就有人趕過來支援 中場幻術感覺要倒喔 幻術身上還有一個六層的流血 這邊... 差一點 還以為他卡住 持續對元素輸出 暫時過來一個F-1 直接倒地喔 這邊... 手部... 嘗試要救喔 但是應該要被插掉 那邊點藍隊的元素目前是EV-2喔 所以... 看那個... 喔... 可以看到藍隊的守護馬上又是支援過去了 對 就是... 像這樣的守護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 很多時候 尤其是剛... 開始玩這遊戲的PVP的玩家 在玩輔助守護的時候 他們常會... 犯一個錯誤 就是... 一直死踩在一個點上 其實守護的遊走 是很重要的 他不是只是... 嗯... 大家站在一個點上 守那個點而已 嗯... 對... 支援性非常重要 這邊又回到中場支援啦 那中間感覺應該會打很久 感覺這場戰鬥就是靠一個點 慢慢磨 慢慢加分 雖然說... 紅隊的分數被壓得很低 但是其實他們會戰都... 打得還算有來有往 這邊... 戰士要倒 守護直接用一個被動盾武 嘗試救啦 然後成功把他救起來了 變對方的守護血量也很低喔 這邊看了一個... 錘三... 格擋 被定身了 我補血CD快要到了喔 所以其實還好 這邊戰士也是被定身一個... 長攻... F1消掉了 就三個點現在都被開白啦 戰士打算要來編點做支援 這邊...編點... 盜賊對他也是造成蠻大的威脅喔 血量有點低 開出了痛苦忍耐 放下了長攻3 卡了一個地形喔 患術也是快要死了 患術身上還有一個燃燒 然後開了一個傳送門 試圖要跑 交出了補血 這邊...是直接開了一個火焰大箭在追擊他 結果戰士是死在了...終點 而且是... 守護拿著那把火力蛋 其實守護是回去... 稍微... 支援一下他的那個戰士隊 然後... 在趕路... 在趕路的時候用火焰大箭趕路啊 其實這...我覺得這個... 藍隊這個... 服務守護... 這一場打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幾乎... 所有... 隊友有危險的地方都看得到他的... 就是... 過來支援 嗯... 就三點然是持續交戰狀態啊 時間剩下七分鐘 這邊一個...大錘進場 沒有暈到這個賊啊 但是賊被定身所以還是倒地了 那旁邊... 邊點這邊是終於把這個元素殺掉了 所以說是把這個點站下來 並且這個... 法王元素他是打算要去破人家門喔 這樣等一下要來打一個肉的也是比較...方便一點 那並且守護在這個點上... 現在他們... 隊友是被擊火的蠻慘的喔 這邊交出一個補血 然後電衝來到點上 一樣切了個水就補滿了 其實... 守護跟元素在一個點上 這個互相支援那個補血幾乎是... 就是一直補一直補... 這個狀況 那並且剛剛那個... 法王元素是成功把紅隊加門給破了 等一下... 350分左右就可以準備來打一個領主了 這個... 幻術血量有點低... 補血是CD好了 交出一個補血 結果他們真的認真打的分數比剛剛胡鬧還低啊 加上這張圖又是雪球圖 一旦劣勢就很容易整場劣勢下去了 就是元素順過來打這個幻術 元素也是同樣順到了點上 他的法杖2一樣沒有順到高台上 然後中了一個長弓5的定神 這邊身上八層的流血有點危險 終於是順到了高台上 但是...蠻危險的 所以是直接跳上來尋求隊友的幫助啊 對... 不過其實他... 我覺得他已經打的算不錯了 因為他整場被元素頂 但是... 至少是... 呃... 前面自保那些什麼都做得還好 還不錯 那... 後來是那個戰士又過來了 兩個人一起頂他 因為原本是這個... 元素加守護 這樣子吧 對我們記錯吧 OK 這邊其實他殘血活得蠻久的 不過他的... 那個... 摩阿一直沒有用 對面元素血量有點殘 是選擇撤退啊 那戰士血量因為還是滿了 所以繼續在點上支撐啊 不過他們這個點是一個3打2的狀態啊 那個... 盜賊... 還有... 守護幾塊樹都在這邊 欸是盜賊嗎 不是盜賊 是誰啊 是游俠爆槍 把槍堆響 嗯... 游俠把零招出來了 這邊終於是開了一個摩阿 結果... 對面被摩阿的是選擇直接跑掉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 元素跟一個... 戰士一直在這個點上消耗 然後... 喔這個... 補血斷到了這個會死啊 哇切個水... 哇... 抱歉... 切個水又... 一個電視衝走 繼續... 又是一條好漢 欸其實差一點點啦 剛剛只剩下大概一兩千的血量吧 對... 中場戰士血量又很低 但是他剛好過來 守護跟元素補一下 血量又來到一半 分數只剩下... 三分多鐘阿 時間 時間只剩下... 三分多鐘啦 然後三百多分 對... 所以應該是... 有可能會打不完 打到時間到這樣子 那他們其實是可以準備去... Rush一個零組 等到那個... 三百五十分之後 其實紅隊整個分數就是被凍結出來 然後藍隊就是... 另外兩個點也拿不下來 就是只靠一個點 從頭到尾就是靠這個點 然後... 一直慢慢的長分數了 所以... 其實雙方在... 不管是小規模的會戰還是... 呃... 單挑上面其實... 沒有差距太大 對... 只是他們有一個點就很麻煩 一個點就會持續拉分 那你又拿不下任何一個點 其實他們是可以集中打一個點 只是就要放掉另外一點 那目前終點這邊是... 剛剛藍隊的戰士是被終結掉了 不過現在因為分差太大了 所以... 很難啦 那... 換數放一個傳送門過來支援 嗯... 他們想試圖把這個... 防礙元素手的這個點 至少給開擺 因為... 基本上就是靠這個點拉的分數啦 對 那... 防礙元素在這邊 又切了一個水 放下水3 喔! 這邊有可能... 血量有點低了 對...有可能會死吃 到了到了 終於是可以結束這個點的拉分了 但時間只剩一分多鐘 看來... 打到時間到都還沒有到白 應該是... 除非藍隊選擇Rush 對阿 他們現在這樣三個點都是白的 可能就是直接僵持到時間到 喔! 同隊站下一個點 對阿! 因為他們剛剛殺掉那個... 嗯... 打到元素 對阿 終於突破了一點分數 但是這一個點跟終點... 交戰可能也要打很久 元素血量又很低阿 這樣切一個水 所以他回了起來 結果他補血的CD到了 欸... 他怎麼沒有叫補血這邊倒地阿 他變成隊... 有... 隊友沒有過來救他 所以應該是這個點可能有點危險 因為他們在這邊是3打2喔 但是原點的情況... 就是... 又被戰死3 又被戰下來 不過時間也要到了拉 剩下40秒 基本上這場是... 一場... 分數... 很懸殊 但是... 其實戰況很膠著的一場比賽 就沒什麼在動阿 那個分數 欸... 盜賊進場 這個戰士血量很殘阿 那... 其實我覺得關鍵點還是在於 第一個就是... 紅隊他們組合上面的... 呃... 容錯率跟續戰力太強大了 那... 藍隊 對...對不起 藍隊... 那... 第二個點就是他們藍隊那個守護 其實支援的很好 就是... 開場其實他們... 藍隊出現一點小小的危機喔 因為... 在2-1-2分退的情況下 對方2-3開局的人 Gank掉一隻 那...但是... 呃... 他的守護... 非常快的... 就是... 支援到了原點 所以... 避免他們繼續減圓的情況下 那之後就是幾乎都是利用著他們... 呃... 直接組成上的一個... 呃... 非常強大的續戰能力喔 把點戰耗著耗著 那... 最後是... 打到了這個... 時間到那是... 373-40分喔 呃... 由這個... 藍隊I Love Launch 取得這週... ESL週賽的...